保定11岁男童遭汽车碾压身亡的这件事情 又有了一定的新的进展 这个司机方的家属应该是司机的小舅子 他接受了采访 披露了一些细节 他很不明白也不理解 为什么会以过失之人死亡罪 就把他姐夫给抓起来了 他姐夫当时也是正常行驶 既没超速也没酒驾 没有任何的伪装驾驶的行为 然后当时他还说 那个孩子是被前面的车别了一下 才摔倒的 他姐夫确实是避闪不及 因为当时右边也有自行车 已经打方向了 确实躲不开了 而且他说那条公路 在21年22年23年 就一直在有汽车在上面开 有很多车在上面开 他说你让当地的这个人 当地这些农民去判断这条路 有没有验收 那人怎么判断呢 上面有车开 人家就开上去了 现在出了事情 该负责任的人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负责任 而是一股脑的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司机身上 司机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的过失在哪里 我其实确实也想不通 他哪里有过失 他不就正常行驶吗 那现在看这个检方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条路没有验收 所以你开车上去 你本身就是处于一个违法的状态 那好吧 那我觉得这个案子 如果真的是这么判了 真的是过失之人死亡 那这个案子会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有争议的案件 所以我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案件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司机身上 这是绝对说不通的 他们这个骑行团 有统一的头盔 统一的服装 是吧 大家一起出来骑车 他明显是有组织的 也不是一天两天 大家就聚到一起的 现在出了事 所有的责任都甩锅甩出去 你说这个骑行团的组织者 有没有责任 而且我觉得责任最大的 是这个男孩的监护人 是他的父亲 未成年人不满 12多岁是不能骑车上路的 你不但让孩子骑车上路 他还是这种公路自行车 速度非常的快 这你本身这个孩子的父亲 就是有责任的 而且在事发之后 这个孩子的家人 把这个关于孩子骑车的事情 全给删了 你为什么要删了 以前不是分享 你家孩子多么多么的优秀 多么多么的厉害 而且之前是有网友 这个善意的提醒过他 这么小的孩子 不能骑车上路 当时他给人家的回复 是关你什么事 而且我觉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这不是他父亲 带着孩子上路 而是一个保姆 或者一个朋友 带着这个孩子上路 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会不会也把责任 都推到那个人身上 不管是保姆还是朋友 而且这个司机方的 这个家属说 他们当时凑了20万 去给对方 对方没咬退回来了 估计会有其他的要求 那我觉得像这样一件事 其实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视频了 包括这个司机方的行驶记录仪 包括骑行团这一方的这种视频 看来看去 我真的看不出来 司机到底有什么过失 你不能最后为了稀释宁人 就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司机身上 如果真的这样罪名成立了 我觉得这个判法 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没有验收的公路上面能通车 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一下 我现在反而觉得 这个事件里面各个当事方 除了这位司机 不管是孩子的家长 不管是骑行团 还是公路管理部门 他们的责任都比这个司机要大 而且这个司机过失之人死亡的罪名 我觉得真的是扣到他头上不合适 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还真的是挺值得关注的